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地病一隊 遲援武漢 死亡人數成一 賓死博曼 視頻認錯 網絡炸鍋 怪象頻出 武漢新冠病毒到底來自哪裡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 2月13號 湖北大霧縣發布緊急通告 宣布對全縣城鎮區域的所有樓棟 實施暫時封閉管理 這是繼前一天 湖北實驗室張灣區發布暫時管理令後 湖北第二個縣發布暫時管理令 大霧縣的緊急通告中說 全縣城區 鎮區所有樓棟一律實施 全封閉管理 所有的居民 非醫護人員 醫藥物資從業人員 抗疫公務人員 志願者 定點超市藥店工作人員 代購員和水電油氣 通訊網路等 基本民生保障從業人員外 不得出入樓棟 通告中還說 所有強行 沖闖小區 庭院 樓棟 道路出入口設置的隔離、警戒、封控設施的居民 按照暫時管理相關規定 一律拘留 同時 網路上則在廣傳一則武漢碧儀館 急招晚班的屍體搬運工的消息 從信息的截圖上來看 招工人數是20人 工作時間是半夜0點到4點鐘 有網友評論說 晚上夜臺 看來真死不少人啊 20個人搬4小時的屍體 這屍體數量可怕 2月13號 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高層官員被撤換 中共上海市長應勇前往湖北 接替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的職務 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 接替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的職務 同一天 中共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肺炎感染人數 突然暴增14840例 白界認為 新冠肺炎感染個案單日猛增近10倍 可能是新上任的應勇 無意為前任揹黑鍋 同時也印證了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 是人工編造的數據 不過 有網友估算 暴增之後的數據 也可能不足真實感染人數的十分之一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 中國各地相繼派出醫療團隊趕赴湖北支援 但近期的報導顯示 多地的病儀隊也趕赴武漢支援 這引發了對疫情死亡人數的擔憂 2月12號 來自《公益時報》 《中國殯葬週刊》的一條報導引發網絡輿論 報導說 河南省洛陽殯儀館在2月7號 舉行了一場簡短的抗擊疫情 馳援武漢黨員突擊隊撞行儀式 另外 重慶也有殯葬服務隊趕往武漢支援 照片中 14名穿制服戴口罩的殯葬業人員 站在重慶市一級殯儀館前 舉著重慶市原厄殯葬服務隊旗幟 另外一張照片顯示 大型殯葬服務提供商 福壽源國際集團重慶區域 也派出了8名服務人員趕赴武漢 網友紛紛留言說 要死多少人才需要這種支援 真嚇人 先是醫護人員不夠 然後是收屍人員不夠 然後每天都在宣傳治癒人數增加 死亡人數下降 欺騙愚民 不需要方法 中共的戰略就是 您要全國的殯葬隊 不要美國的醫療隊 現據美國的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13號也發推特說 武漢八所殯儀館 其他視線也都有 一個多月 才多死了1068人就扛不住 得要兄弟省市派出殯葬服務隊 這哄誰呢 除了這篇報導以外 根據湖南《肖鄉城報》 旗下常德熱點新聞官號陳常德報導 常德市民證據也在2月5號要求是殯葬事務中心 抽調4名工作人員 隨時準備支援武漢工作 而襄陽等湖北省內城市的殯葬館 早已去支援武漢市署殯儀館 從目前網絡披露出來的情況來看的話 武漢的殯儀館 陳斯盧是24小時運作 而且忙不過來 這說明武漢的死亡人數是非常眾多 這個死亡量是巨大的 所以需要全國各地來支援 而且網上也有信息披露出來說 很多紡織廠轉行來生產收拾彈 而且要趕100萬個 2月13號 當局公布武漢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 仍然無法解釋殯儀館為何需要大量外援 而根據大紀元2月4號的獨家調查 武漢當地一家殯儀館從1月22號開始業務量猛增 已經達到平時的4到5倍 110名員工上陣 24小時搬運焚燒屍體 急需增援 由於中共封鎖消息 目前新冠肺炎死者的人數很難統計 但根據捷克公司Windy的全球交互式天氣數據顯示 武漢市充滿大量二氧化硫 外界普遍質疑 是火化大量屍體導致 但中共官方12號出面闢謠稱 空氣監測資料不實 中共對這個方面數據肯定是封鎖的 那麼民間做的一些研究 做的一些觀測 可以作為參考數據的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獲得確切的具體數據 這個可能中共是要永遠封鎖出來的 但是從目前的一些表現 一些信號來看 我們是可以進行合理推測的 按照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梁卓偉 1月27號 他們的這個模型預測來講的話 是到2月4號的時候 武漢的病毒傳染的人數將超過25萬人 傳染的倍增的速度大概是6.2天 那麼按照當地的官方說的這個死亡率來講的話 大概應該有個2萬到2.5萬的死亡的人數 奇怪的空氣污染還不止在武漢 日本朝日電視臺2月12號報導 北京當天的PM2.5濃度 已經超過了日本建議民眾控制外出基準值的3倍 但當地的很多工廠還沒開工 2月12號 網名博曼的武漢女大學生 向黨和政府認錯的視頻在推特上流傳 她之前因為揭露自己染上了新冠肺炎後主動去隔離 但是醫院卻不救治而引發網路關注 這條視頻也是她十幾天來的最後更新 有網友表示她沒能停過來 染上新冠肺炎的武漢大學生博曼爾 最後一次視頻露面 竟然是一個聲稱感謝黨的認錯視頻 我們已經解釋清楚了 因為我的粉絲量很多 然後我也希望我的粉絲不會去造謠 當然他們都會鼓勵 你們都會鼓勵我 我相信我家的人也很期待我能夠回去 然後我也會很努力地去變 去對抗這個病毒 博曼爾接著還說 在說這段話時 她僅僅閉著雙眼 博曼爾的微博賬號在2月2號最後一次更新 也寫了類似的內容 之後十幾天音訊全無 網友們擔心她沒能停過來 有網友表示 博曼爾因為在微博揭露武漢疫情失控 被中共逼迫和威脅發表害黨害國的言論 否則不給她醫療救助 強烈的求生本能使她不得不說唯心的話 但最後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 離開了人世 還有一些網友說 博曼爾去世的時間是2月2號晚8點27分 但目前這一消息無法證實 博曼爾的認錯視頻在網絡廣傳 引來大批網友關注 網友陳山葉表示 看她的表情 眼神閃爍 不斷左顧右看 這是一段迫不得已的表演 為了獲得救治 作為疫區人 能感受到那種強烈的求生欲望和現實的絕望 旅美中國學者吳作萊說 如果說博曼爾可以走動了 她坐起來拍一段視頻給大家報個平安 這是有可能的 吳作萊表示 或許因為她在網上曝光武漢疫情的真相 中共無法容忍 對她進行威脅 叫她錄這個視頻認錯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共的信息封鎖和輿論管控下失控 疫情爆發初期 中共處罰李文亮醫生等透露真實信息的醫護人員 同時宣稱疫情可防可控 沒發現人傳人 在疫情擴散後 當局在大範圍封城的同時 也嚴厲對民眾封口 染上新冠肺炎的伯曼爾從1月29號起 在微博上講述自己在大年除夕當天主動到醫院隔離 沒想到卻進了人間烈獄 醫生不給藥 不輸液 讓她在醫院自生自滅 伯曼爾的遭遇引發大量關注後 警察上門恐嚇她的家人 還威脅要抓捕她 之後 伯曼爾的病情不斷惡化 她求救一周也沒人理 她說自己撐不住了 遺書已經寫好了 2月1號 她又發帖文說 自己挺過來了 醫院見我沒死 把我的氧氣掐斷了 他們聯合起來謀殺我 我死不瞑目 我要活下去 伯曼爾發布這些信息後 除了受到警方的壓力 中共的五毛、小粉紅也對她進行辱罵 在疫情失控的中國 伯曼爾的遭遇並不是個案 還有千千萬萬個患病的家庭 目前正處在絕境 渴望死中求生 近一、兩個月以來 網路上出現大量的求救貼文 有消息稱 從2月10號起 中共已對武漢局部地區封網封戶 以防武漢的真實疫情被民眾發送到網路上 萬象頻出 武漢新冠病毒到底來自哪裡 觀眾朋友在廣告過後 請關注更多 武漢肺炎已經震驚了全世界 不過至今為止 到底誰是第一個感染者 卻一直是謎 在這段時間出現的種種不同尋常的現象 使國際社會越來越有興趣探討 這次病毒到底來源哪裡 武漢肺炎疫情由武漢市衛健委 在去年12月31號首次披露 不過 在此之前 已經有廠家在加班加點生產口罩和防護服 據大陸《證券時報》報導 這家名叫穩健醫療用品有限公司的企業 並不是一家只生產口罩的企業 但根據他們的官網披露 從2019年12月20號到2020年1月26號 卻生產了超過1億個口罩和11.47萬件防護服 在加班加點生產口罩的同時 這家公司還在12月20號 把他們的年終湖北高管會議改為視頻會議 中共官方早先稱武漢肺炎來源於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 後有改口來源於蝙蝠 而印度生物學研究團隊1月31號發表論文 指出新型冠狀病毒上的S蛋白 有4個胺基酸序列和S病毒相似 強調 這在自然情況下不可能發生 暗示病毒是基因改造的產物 2月4號 身價數百億的多億網絡公司董事長徐波 神明舉報武漢病毒研究所 並稱它有可靠的證據 呼籲北京調查武漢肺炎是否來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 1月30號 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和軍事服務委員會 參議員柯頓在聽證會上表示 中共當局就細形冠狀病毒的起源誤導了社會大眾 柯頓認為 這種病毒可能來自於中共的P4病毒研究室 2月6號 美國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 致信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 要求美國頂級醫學專家調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 2月4號 加拿大P4病毒試驗室的前任總監 加拿大著名生物學家弗蘭克普拉默博士 在非洲離奇身亡 外界認為 他的死或許與這次武漢疫情有關 2月6號 一個名為Great Game India的英文網站發表文章說 弗蘭克普拉默是冠狀病毒調查的關鍵人物 並聲稱他是被暗殺 文章說 2019年7月5號 被加拿大情報部門強行帶走調查的 中共生物戰間諜邱香果 和普拉默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 普拉默博士的主要研究項目 是冠狀病毒及艾滋病毒 恰好與印度科學家發現到 新型冠狀病毒被插入艾滋病毒基因 有著某種巧合 文章說 普拉默被害時 正在肯尼亞組織 並將主講一個有關艾滋病毒研究的年會 另外還有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 按照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 武漢肺炎的死亡和感染人數 當時只有不到500人 但是中共卻在中國傳統新年來臨之際 對武漢採取了封城措施 繼而引發全國性恐慌 將中國人判了一年的新年團圓 變成了聚餐就是找死 拜年就是害人的恐怖聚會 好 觀眾朋友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網上流傳的一份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 應急保障組的文件顯示 武漢市在2月20號前要儲備10萬張床位 網友據此推測 武漢肺炎感染的人數可能比當局 2月13號公布的14,840人多出10倍都不止 2月13號 一名上海市民發到微信上的錄音在網上流傳 這名上海人說 他的店鋪被工商瘋了 關了 管理市場街道的人跟他講 現在疫情大爆發 上海有3,000多人感染 但這個數字他們不會公布 火神山醫院患者的親屬 2月11號在微博求救 說病危的外婆2月10號入住火神山醫院 已經超過24小時了 期間只有護士來查過兩次體溫 只有吸氧 無任何治療 飯菜從小窗口递進去 但是病人無力下床走動 無法取餐 這名親屬說 在無人照料 無人醫治的情況下 對於外婆來說 這就是一座煉獄 2月12號 武漢志願者通過微博大V發帖求救 說家住武漢市橋口區一家街華盛城市廣場的鄒元江 已經77歲 生活不能自理 兒子 兒媳 孫子等 有的因肺炎去世 有的感染被隔離 有的重症住院 老人本來一直有老伴照料 但老伴2月11號也因感染去世了 鄒元江目前無人照顧 帖子求助好心人給老人送飯菜 不要讓老人餓死 美國政府日前宣布 不再認定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貿易夥伴 為發展中國家 以降低對不公平出口補貼的調查門檻 評論認為 失去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之後 中共就無法再為自己違反世貿規則的行為辯解 2月10號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 正在修改美國貿易救濟法律中的一項主要豁免 取消對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25個經濟體享有的 WTO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 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 1998年訂立的發展中經濟體清單目前已經不合時宜 縮減清單可以更有效的針對借出口補貼 傷害美國產業的國家展開調查 外界認為 這一動作意味著華盛頓將大幅改變 20年來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 可能導致美國對其他重要出口國的處罰更加嚴厲 近年來 美國方面已經多次表態 認為WTO劃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二分法已經過時 讓一些成員取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當富裕的國家聲稱還在發展中時 會對其他經濟體造成損害 WTO組建時 允許各成員國自我定義其經濟地位 是屬於發展中國家或是發達國家 並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 允許提供本應禁止的出口補貼 向發達國家出口時也能享受優惠關稅 川普多次批評中共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去利用WTO的發展中國家身份獲得不公平的優勢 去年7月 川普就曾向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發出一份備忘錄 表明如果WTO的改革 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華府將公布所有不當自定義為 發展中國家的WTO成員國名單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認為 如果失去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中共對自己違反世貿規則行為的辯解 將更加蒼白無力 這已經嚴重的構成了不公平的競爭 也是對很多的外企的公開的啟示 這種公開的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的方式 真是就是受到了中共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旗號的保護 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報告顯示 在中共加入WTO之後 美中貿易逆差逐年成長 期間全美流失300多萬個工作機會 中共通過貿易扭曲手段、匯率操控以及對勞工的壓榨 使大量廉價和受中共補貼的產品充斥美國市場 讓美國製造業受到嚴重的打擊 最大的財富流向變成了從美國單向流向中國大陸 這就造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如果美國通過自己自身的犧牲 為全世界培養了一個威脅的話 這對於美國的國際職責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褻瀆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分析員 沃爾特斯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美國已經開了第一槍 如果其他國家也跟進 那將對中共產生更大的影響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美國通過修改自己國內的法規 不再給予中共發展中國家的豁免和優勢 等於是把美中貿易戰第二階段談判的核心問題 提早擺上了檯面 新冠肺炎疫情惡化 廣東省立法授權政府可徵用私人財產 對此大陸民眾表示不滿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四川的西西說 武漢肺炎肆虐 當局草菅人命 漠視生命尊嚴 悲憤無極 割席決裂 希望保全家小 狗生漠視 廣東的小林說 我一直都在翻牆 今天看到廣東的強制徵用財產法案 就知道他們的死德性根本沒變 這就文革啊 我活得夠痛苦了 還給不給我活呀 我不想再要跟這個強迫我接受他們 無正常思維的政治魔鬼有任何的關係了 我在這裡退出中共黨團隊 我受不了了 好 觀眾朋友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